前面水可以写飽滿一點 喜歡写像鼓起來的樣子 這邊寫瘦一點 弦就可以寫開一點 剛才還不張開是因為 這個弦可能字比較適合把它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鹹 鹵 鹵就縮小 海鮮就是一定要保持著彈性 大大小小粗粗細細長長短短 不能太雷同 蛋就讓它再飽滿一點 零 零可以比 再大一點 因為筆畫真的是超多 這次筆符有寫過 零 錢 錢比較多 這時候可以配上一個草蔬 這樣才不會接零跟錢 都很重 魚 左邊略重 右邊略輕 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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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隻鷹 鷹 鷹 舠 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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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